一般修法与语道合一修法有何不一样 这一章我把它合一让大家可以对比 再来再把这个一般修法再把它放大 让大家可以清楚的了解 还有语道合一的修法也把它放大 让大家可以清楚的了解 一般的修法就是把呼吸当作修定的工具 然后就是在那里熟吸或是观呼吸修定 以呼吸为工具 以鼻头人中为所缘来修定 人中穴就是我们鼻头下面 你这个嘴唇上方凹 这个中间有一个稍微凹的一个凹窝 在这个中间 鼻头人中 主要事实上是我们鼻孔下面这个区块 嘴唇 鼻孔下面这个区块 人中的左右 附近 因为这是空气进出的地方 空气进出的地方 你可以把你的觉知力放在这里 然后观察 呼吸的进出 这些本来只是让我们心圆意玛 有一个所缘 可以锁定目标 然后一心一意在这里用功 所以一般的观呼吸 就是找一个定点 然后把心细在那里 再进行所谓的修定 而他用一般的修法是 用定力镇压烦恼不安 用定力镇压烦恼不安 然后继续修身定 要求四场八定 或是用定力来扫描全身 来观觉寿 或是修定会产生一些 产生一些光点 这是一般修法 他在修定所要求的 所希望达到的一些目标 包括他的修定的目的 是要这样 然后用修定来镇压烦恼 用修定来练四场八定 用修定来求各种神通感应 绝受 这是一般的修法 但是当你用这种观念 你再怎么修 都是在自我 然后用观呼吸来 练习 来练功夫 也就是 这是一般的修法 他修了几十年 修了一辈子 还是一样 没有体会道是什么 没有语道连接 语道合一的修法呢 是用新鲜的生命在呼吸 不带沉溅与包袱 新鲜的生命在呼吸 前面这种修法呢 他是被灌输了一些观念之间 认为要怎么修才是 所以他是背负着那些 宣习来的观念之间在修 不是归零 再来 这种修法 他是把观呼吸当作 那只是一个工具 只是一个工具 这个跟道无关 而与道合一的修法 他是用一个新鲜的生命 来求诊求证 不带任何的包袱 他是很自然 很放松 但不是放纵 如果你放纵 这样就错误了 再来 用心灵在感受 体会 没有空气的滋养 我的生命 还能活着吗 体悟空气 与生命的密切关系 来 大家好去体会 这两种修法 那是 不同的世界 一个是用自我 然后抓住一个法门 在那里练功夫 一个是放下自我 跳脱出那个狭隘的自我 放下那些沉重的观念之间 包袱 用清静的心灵 来感受 来体会到 这是不一样的世界 现在就以静坐 禅定 来让大家 更具体的体会 这两者有何不一样 静坐禅定 来 我们来看 一般修法的 静坐 禅定 那为什么要修定 因为他内心有苦 有不安 所以他想透过修定 来解决内心的问题 所以就透过静坐 1. 练定力 练腿功 2. 观觉寿 观无常 3. 求感应 求神通 一个肉身 坐在无情 无生命的地上 坐在久 定力在身 也是一个肉体 坐在无情的硬地板上 好 我再把后面 与道合一的念出来之后 再来对比 与道合一的静坐 跟一般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用生命来感受 前面是用自我在修 他是一个肉身 然后他在他的身心世界里面 然后用自我在修 而后面这个呢 他是用生命来感受 大地与我生命的关系 没有大地支撑 我能活着吗 天地之子 坐在天地父母的怀抱里 与天地父母浑然一体 安心 自在 喜悦 享受 当他体会到 这个小我 原来是道的一份子 原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道 没有离开过天地父母 所以他会很安心 自在 喜悦 修行的过程 就是越来越安心 自在 喜悦 而且也是一种享受 当他体会越深 自然的发心 要来利益众生 来 那一般的修行呢 一般的修法 他静坐 就是这样啊 一个肉身 坐在 所谓的无情 无生命的地上 这个土地 地板 他认为是无情 因为他被灌输的观念 就是这样 所以他认为 这个地板 这个土地 这个是无情 这个跟我生命无关 我就是要在 我的无云身心里面 在那里看绝授 在那里修定 这样才是 所以 很努力 是很努力精进用功在修 但是都是在 一个狭窄的小我世界里面 也就是在这个 五蕴身心里面 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面 在那里修定力 在那里练功夫 当他有一天他觉得 我现在可以双盘 然后打坐几个小时 他就觉得 我可以比赢很多人了 他就可以炫耀 他的腿功多好 他能够入定多久 然后可以双盘多久 这样 他又可以比赢别人了 或是观绝授 观无常 那观绝授 观到有一天 找不到这个肉身了 找不到腿了 找不到什么了 全身都觉得消融了 成为气泡了 找不到这个肉身了 引导我们的人说 这个就是体证到无我 那我已经体证到无我了 我已经来到无我的世界了 我破身见了 我证到什么果了 结果呢 在立缘对境里面 我的座位 别人不可以碰到 你们一般人的磁场很差 不可以碰到我的 什么 所以 一般人真的 他不知道 什么叫做 用自我 在修 在练功夫 什么是 用无我 与道合一的修法 就是 放下那个自我 超越这个小我 如果一般的修法 他就是 进一步要求感应 求神通 有的人 尤其是 一些神通 很容易让人着迷 听说某人 有一些神通 很多人就 一直的在 追求 但是 很多人不知道 神通 如果你没有 正确的观念 神通 会 害死 很多人 如果你没有 真正懂得 天地之道 那些神通 会让人 起更大的 我慢 傲慢 就好像一个人 练出 很厉害的 十八般 无意功夫 好 你的功夫 很厉害 结果呢 你就要去 打爆 铺平 或是 成为 别人 可以用金钱 来买你 成为 打手 有钱 你就被打动 或是 收人 钱财 要帮人 消灾 你收别人的 钱财之后 你就要去 替别人 事实上 就好像 去替别人 打对方 而不知道 你那些神通 很容易 让你 介入 别人的 因果世界 别人 有是非恩怨 结果 请你来 作为 他的 打手 枪手 去枪杀 别人 你用你的神通 去对付 别人 用你的法术 去对付 别人 结果呢 就 变成 后面 很多的 后患 所以 重点 不是在 求感应 求神通 而是要有 智慧 如果你没有 学到智慧的话 那些所谓的 感应神通 很容易 让人着迷 而看不到 后面 引来的 副作用 所以 都不要 迷在这方面的 这都是属于世间法的修法 你可以有经历过 但千万不要着迷 那一般的修定就是 一个肉身 坐在无情 无生命的地上 所以很多人 坐了几十年 还是一样 就是在那里修 然后就是一个苦瓜连 或是修出 像棺材连 有的人他说 他修了之后 心是 冷的 没有什么 决受了 那个生命 就是越修 越 沉寂 迈向死亡 你的生命 是无情 你觉得这个大地 也是无情 你的生命 怎么安心 怎么快乐 怎么自在 所以 真的要让生命 重新来过 认知 认定 要重新来过 所以 归零 最快 所以如果用 错误的观念之间 再修 你坐在酒 定力在身 也是一个肉体 坐在无情的 硬地板上面 很多人修行个 几十年 也是一样 就是这样 生命是很拘谨的 很拘谨的 但是他被灌输 要这样才叫做圣人 要修到 任务表情 这样才叫做圣人 这样才可以让人膜拜 而这背后呢 都有灵力心 有好伪人师之心 所以 大家要正确的观念之间 来 那我们看 与道合一的 静坐禅定 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是 用 新鲜的生命 来感受 用生命来感受 我这个生命跟大地 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是用心灵 在感受 没有大地支撑 我能够活着吗 这个就是要 你要真正要体悟 无我 是要从这里切入 我这个生命 我要能存在 这个我 这个元素 我这个角色 要能够存在 我要靠什么 才能够存活 你才会知道说 我的生命 要能够称为 这个我 要靠多少的因缘 没有土地 我能够存在吗 你就会知道 原来 要有土地的支撑 才有我的存在 所以土地 也就是 我的 这个生命的 一部分 也就是 要有土地 才会有我 能够存活 能够走路 没有土地 就没有这个我 这个生命 要好好去体会 什么叫做无我 无我是要说 你这个小我 这个肉体 这个生命 它不可能 单独存在 它必须要依靠 整个法界大自然 所以 进一步去体会 原来 没有大地的支撑 就没有我这个生命存在 那我这个生命存在 一定跟整个大地 有息息相关的 就好像说 我是一棵 苹果树上的一个 结出来的一个苹果 那你 你我它 就是树上的 一个一个的苹果 有的人就会认为 我这个苹果 跟那个树干 跟那些树叶无关 我这个苹果跟土地无关 我这个苹果跟太阳无关 这些就是 错误的观念之间 我们要打开视野 你要 宏观来看 我这个苹果要存在 原来是要跟整个苹果树干 树叶都有息息相关 是它们在支撑 在养育 我这个苹果才能够存在 再来 那这个苹果树 树干 树叶 跟大地 有没有关联 没有土地的支撑 没有土地的养育 这个苹果树 哪里能够活 怎么能够活 没有苹果树 怎么会有我这个苹果 所以你要清楚地去了解 你我他就是树上的一个一个的苹果 而这个地球就像苹果树 山河大地这个土地就像道 无边无际的虚空 我现在只是把它缩小 让它可以成为有形有象 然后大家可以具体体会到 再来现在把它扩大 你我他就是个苹果树 我们是这个地球 对不起 你我他都是一个一个的苹果 而这个苹果 它是靠地球这一棵苹果树 来支撑来养育 地球变成一棵苹果树 你我他是这一棵苹果树上的一个一个的苹果 而支撑这个地球存在 支撑这棵苹果树存在的 是整个的山河大地 也就是整个的道 无边无际的虚空 你才会知道 原来我这一棵苹果树 不是靠我 单独就能够存在 所以那些修行修到 狂傲目空一切的 就是 因为他把其他都否定掉 然后我这个苹果树 这才是唯一的 才是真实的 这个苹果树是虚幻的 这个土地是虚幻的 是假的 这些跟我生命无关 人变成忘恩负义的话 就很可怕 你也找不到生命的家 生命是怎么来的 我们说要了解生命生死大事 就是要了解生命是怎么来的 我这个生命是靠什么而存在 所以就是要去了解 我这一棵苹果树是怎么来的 我要靠什么支撑 才能够有我这棵苹果树的形成 你才会深刻去体会到 原来我这棵苹果树 跟整个的山河大地 跟整个的宇宙都绝对息息相关 所以你就会体会到 我是天地之子 坐在天地父母的怀抱里 与天地父母浑然一体 安心自在喜悦享受 这个是很重要的心法 真正要修行 就是去体会这些 不是法门的问题 不是时间多长的问题 不是生生世世在那里修的问题 而是在我们观念之间 有没有教证过来 老子就是希望我们 自须及守静度 要归零 用一个清静的心灵来体悟 所以你们现在这几天 真的你体会到这些心法 随时随地 你都是去体悟 我这个生命跟大自然的密切关系 你就浸泡在这里面 到有一天 这些浸泡会深入到你的骨髓 你真的体悟到 你的生命就会一直的震撼震撼 把那个自我逐渐的震开震碎 给你看到 건�看 感染 nya стало自我逐渐到 ißt我 是 能在这里 dise